Gentai Beng 產生 準備進製子 然後身體就體驗畄骨 已經開始畢孤 馬上一杯酒麻了就不吃 這就是常 但是他去佛寫個道家 道家去起邁走 兩馬試 但是那個也沒有什麼 道家就算很長 就是一年半年的病 我们去天气就起 就像他们修行的很多他们 就是你坐在那儿轻描淡显的说 其实是一种方式 他也不到位慢慢慢慢 这就是修行之后好像正常 你要觉得他很重要 这个事情一下子他那个身体就会 每一个认知 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会掉进去 就是认知始终是最重要的 你怎么认为很重要这件事 连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妄想出来的 你想想 我们的意义 我们的妄想多重要 多厉害 吃不吃这些东西 尤其是没问题是天 因为我当年就是这样走了 假如二十天一个月不吃饭 根本就不会说 这就是个私人 说进官房了 不吃饭好像一打分调都结束了 就觉得吃是不正常的 不吃是正常的就翻过来了 他不吃正常也没觉得饿 就脑子就不想那么事了 就把他扶沾到一边了 根本就没去想说要吃饭要吃饭 偶然为了说饿要喝点水吃个果子 这就结束了 就是生活 就是过着那种闭关生活 然后就没死 啥事也没 我们也比一个月来二十天不吃饭 很正常 根本就出来说都不说 这就是很正常的日子 每年都那么几次都这么做 而且也不因为它是个什么体验 不休闲相 不休闲相 不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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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它是很根深必顾的日子 这个但是 也都会被我翻出来了 翻出但是没有清明标 眼睛着笑而已 眼睛着笑 只能分别 眼睛着笑分别 因为最少的再比二十天才能翻出来 最少的二十一天才 就是你也只比二十一天 这也是很少的 而且你需要 需要我指导完以后 你再比二十一天 你能把这个头脑都去翻出来 对 一下子头脑都清晰了 然后看这个世界就美了 看哪也没 垃圾杯也没 我的天啊 对 我看这个世界就没了 看这位世界就没了 我看这个世界就没了 看这个世界就没了 你觉得是一个世界上的意味的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